大家好 我是桂麗酒店紅福軒中菜行政總廚李志偉 我為大家介紹以下的菜是 貢谷顏魚 燉雪梨 適合秋天去吃 這個糖水吃完大家會覺得 暖粒粒 頭尾不要的 切了出來 先把它刨乾淨 看到它沒那麼大件 你首先將它開了耳 拿個吸 吸了它 我們就可以直接 放進中 雪耳 這個是浸好了的 乾的樣子 就像這樣的 我們買雪耳的時候 我們買一些微微的黃色 摸下去乾身的 輕身的 雪耳 比較爽爽 它不會潮了 放些中間 放些邊 鋪上去 要加冰糖 冰糖是比較靜氣的 你放在哪裏都沒所謂 最重要是浸到水 有水浸住 貢谷 又可以叫做雪谷 扔下去 最後 就下水 現在 下水 你看到下水 通常我們 都是之前說的六兩 其實你看你那個中的大小 你 下去 浸過面 冰糖 你如果浸過面 到時它就不會溶 我們可以把它拿起一點 燉的時候 一邊溶 所以我們要 大約 兩個小時左右 整個過程就是 這樣去做 現在我就放進去燉 突然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 究竟突然出來的後果是怎樣 現在我們燉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我們可以打開它 為了安全 你可以先關火 拿出來 看看它 你看看它 它現在開始 糖水開始轉了色 貢谷已經出了味 雪耳 燉到差不多 溶得七七八八 你看到 那些湯汁 有少少 有少少膠質 輕微的膠質 吃下去 口感就很滑 你看到雪梨燉到已經是 濃淋了 按一按已經很軟 吃下去的口感就很好吃 吃下去 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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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東西 吃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